文化部在日前公布了第45次中小学生读物选介结果 今年共选出8大类652种推介读物 主题丰富多元兼顾知识、趣味及启发性 而其中花莲市公所出版发行的《带你回花莲传说皆是百年》一书 也获得文化部选为优良读物 要推介给中小学生及家长 花莲市公所2022年出版的《带你回花莲传说皆是百年》一书 以照片回顾花莲市见识的历程 展现出百余年来市民的生活足迹 除了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响 这次也获得文化部肯定、选为优良读物 要推介给中小学生及家长 那这本书的起源是前市长魏嘉贤在任的时候 然后请了叶柏强老师、黄家荣老师 一起来做一个编撰的动作 那真的很开心 里面有百年的一个历史 那从日剧时代的一些老照片一直留到现在 那大家不妨可以来我们图书馆来借阅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老花莲的一个记忆 那其实城市到现在就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些巨变 那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城市是长什么样子 可以让孩子们有一个印象 也可以让我们的爸妈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 可以给他们再看看老照片的一些回忆 文化部第45届中小学生读物选界 共选出8大类652种推介读物 主题丰富多元、兼顾知识、趣味及启发性 而带你回花莲 书中则是记录着花莲市从1914年到2018年 这100年来的城市发展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编辑 希望让不同年龄层透过文字、图片 更认知在地故事 从了解、体认一直到爱上这块土地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